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丁 洋葱切片 腊肠切丁 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洋葱炒至姜黄 炒滑后放入腊肠丁 翻炒出油 倒入土豆块和胡萝卜丁 翻炒 不用炒熟 装入电饭包中 倒入大米和水 盖上盖子 按煮饭键即可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加少许的生抽 蚝油 用铲子翻拌均匀 再焖5分钟即可出锅装盘 美味的腊肠焖饭就做好了 吃起来解肠可口 营养简单 喜欢赶紧试试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